掌声有请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五先生 二十九岁来自湖南 个体 小游女士二十五岁 同样来自湖南 无业 所以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是 结婚已经五年了 五年对吧 我为什么从结婚的年头 开始问呢 今年你才二十五 是吧 对 二十岁就嫁给了她 对不对 对 怎么认识她 跟大家说说 她在高三的时候 我认识她的 我当时在她的学校 对面开了一家店子 那个时候我高三的时候 然后她就不停地 送吃了给我 然后还回了我的闺蜜 然后久而久之后 我闺蜜就觉得 这个男孩子对你挺不错的 这闺蜜啊 你们就试试看吧 然后我就 就这样就开始了 所以你这学历 也就定格在了高三是吧 也没有 我后来我考了大学 没去读 读了大一 大一没读完 考个大学生也不容易 对不对 他都没提前告诉我 他就直接回来了 这个还不算 不算 然后他回来之后嘛 我就觉得他没读大学了 当时商量了 就让他去读自考 我当时全身上下 就一万四千块钱 我给了他一万二 让他去报考 自考学校 然后呢 然后又给我读了半年 为啥呀 我当时在那边退学 我是还是想再复读一年嘛 我觉得我还可以考个更好的学校 但是他硬要我自考 自考的话 那些科目的话 就是我以前没有接触过的 因为我是音乐生嘛 不是文化生 所以那些科目对我而言 我老师考试就不及格嘛 我就觉得特别没信心 感觉这不是我预想的那个路 后来你们俩怎么就结婚了呢 后来有了孩子 哦 因为我那个时候怀孕了嘛 怀孕了之后 我就说结婚吧 我们至少给孩子一个家 然后给我一个名分吧 哦 然后 你们老师还多大呀 二十岁 哦 你说吧 满了二十岁 那个时候 他们家人在建那个山庄嘛 外面欠了许多外债 但是 在那个情况下 他还是跟我结婚了 哦 结婚之后 他就是 经常忙里忙外嘛 那个山庄也在忙 然后就 有一次去广州的时候 就不在家 正好我那个时候 生病了 重感冒 然后我就 不知道嘛 年纪小嘛 我就有 因为是第一次怀孕 然后我就 吃了那个感冒药 后面去 正规那个产检 跟那个医生交流的时候嘛 医生告诉我说 他说 你怀孕 其实是不可以吃药的 吃药的话 可能会导致这个孩子 可能会宝宝会不健康啊 进行之类的吧 然后呢 然后我听到当时心特别害怕 特别后悔 但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那你也告诉我一声啊 当时通都没通知我一声 我在广州 你想想 我作为孩子的父亲 和我说都不和我说 我怎么想 怎么了 这后来怎么了 孩子没了是吗 我是没头在上药 但是我和我那个公公婆婆上药了 我婆婆也同意了 他们都 是我婆婆带我去 把那个孩子拿掉的 那现在你们有孩子吗 现在有了 有了 有了就行了吗 那这事就过去了吗 是是过去了 后来 他怎么能来 他寻死密活 为啥呀 因为他回来之后 这个事情没完 他就找我吵 就怪我 责怪我不应该把孩子拿掉 没经过他同意 然后就找我吵 我那个时候身体还没有恢复 他找我吵我也没办法 然后我就 想用比较激烦的方式去 威胁他 什么方式 让他冷静下来 不要找我吵 什么方式 想要从那个窗边上跳下去 只是吓一下他吧 你也知道吓一下 但是我心里怎么想 假如你出了点事 我怎么跟你父母交代 我这一辈子还想不想过 行吧 这事不也过来了吗 后来呢 后来我就给他找工作 找工作怎么了 找工作就更奇葩了 第一次工作做公司文员 给我干了三个月 第二次给我在酒店 当前台收营 给我干了一个月 最后一次 在幼儿园当老师 我特意拜托了 我特别好的一个朋友 帮他找到这份工作 我前一脚走 他后脚就出来了 半天 我已经事情都没忙完 我要急急忙忙地去找你 电话也不接 信息也没一个 是吧 姑娘 是 你这当妈之后 有孩子是不是好多了 是不是 你这怎么了 那我就更想笑了 孩子 整天就知道打麻将 家里现在乱七八糟 而且我不让他出去 那今天一天的颜色 就不好看了 是吗 姑娘 我真的不知道 他所谓的做家务 到底怎样才算 但是 自从 就是每次他出去 偶尔 或者说经常性的 我还是会做家务的 但是我每次 把家收拾完的时候 他一回来就给我 袜子啊 衣服啊 认得到处都是 然后什么都不收拾 什么那个糖啊 吃了 有时候他经常 在那个床上吃糖 我就跟他不止一次说 那个床上是我们 一家三口睡觉的地方 你不要弄在那个上面 也不好洗嘛 有时候天气不好洗 那个被子 那个床带也不会干嘛 是吧 但是他每次都不信 每次说过之后 他还是一样的 给我弄糟了 听明白了 接着问问啊 刚才男生 连续用了几个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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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注意听了吧 我给他找工作 他给我怎么着 我给他干嘛 他给我怎么着 那个时候 他从大学回来之后 我身上只有一万多块钱 我又怎么着 在你的心里 是不是他是你的 一个小附属品啊 不是 那你干嘛跟他说话 那么 我希望能帮助他 你帮他什么 能让他成长 来 问问女生吧 刚才一直他在数落你是吧 这个我们知道 这个人物完人 对不对 刚才我看你说的一系列的东西 实际包括这女生 做的一系列的事儿 给我们勾勒出一个 比较任性的女人 对吧 我问问啊 你先生在家里怎么样 是个好丈夫吗 她的话 我觉得 她 其实应该算好的 算好的 对 我一直觉得 但主要是有的时候 就是脾气上来嘛 她自己也说是三分钟热度 但每次 那个三分钟嘛 让我瘦着 我其实觉得也挺难受的 因为每次我们只要为一点小鼠 就是她脾气很暴 对 她都是对你大吼大叫的那种 很暴躁的那种 暴跳如雷 她应该对你是 是专心致志的心里就你一个人吧 她还会有别的想法的 就是在上一个多月前嘛 我发现她那个微信上面嘛 经常聊一个那个女性 聊得比较频繁 巨寒温暖呢 就超过了我们夫妻之间 那种沟通和对话 这件事我可以解释 我和那个一性 她比我大十岁 我们是业务关系 而且我带那个女生 女的跟你煎过面 也吃过饭 但是我根本就不知道 她是一个怎样的女生 是吧 除了这个没有表演吧 还有 还有 就是我们刚刚打了结婚证那段 正好我怀了孕嘛 我发现她那个QQ上面 跟别的女生也有暧昧 她们那个言语 那个聊天记录嘛 特别暧昧 我当时已经跟你道过歉了 这件事我承认 我跟那个女孩子 有一点点 但并不是说 是往男女方向走 可能聊的 或许是感情 但是绝对没有出轨 这事我们就放在这了 如果不是因为孩子 那个QQ的事情 是因为我刚刚打了孩子 你现在还来给我提孩子的事 你只要孩子打了的话 打叫孩子 难道是你一个人心里痛吗 不是我吗 我明明产生着身体和心理 双重的那个创伤 我只需要你当我医生 为什么你到现在还来责怪我 好好好 不用发那么大的火 不用发那么大的火 你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 反正你暧昧了呗 还被人抓住了 你喊那么大声 应该什么呀 对不对 你们俩今天来这儿要干嘛 我要来跟他讲清楚 你跟他讲清楚什么 如果他这样子过 我们只能离婚 你希望他怎么过 我希望你能够出去工作 或者是说在家把孩子带好 给孩子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 孩子现在多大 孩子一岁九个月 男孩女孩 女孩 正是需要妈咪照顾的时候 对 我现在不需要他出去工作 对 他说我不顾家 这里我真的要加急去住 我那个孩子生下来 除了因为我是剖腹产 除了月子里面 我没怎么抱过他 只是喂奶之外 但是从他铺了月子 从吃奶 然后到断奶 添加腐蚀 然后给他洗澡 洗头发呀 穿衣服呀 难道作为一个母亲 不应该吗 我作为一个父亲 孩子在满月 每天晚上哭闹 是不是我每次抱着手酸呢 每次要抱着他 抱两个小时 对 他才睡 我承认在月子里面 你是比我大得多些 我们作为父母 对孩子付出 那是天经第一的 好好好 你看这先生 你娘家人知道你这些事吗 娘家人都知道 娘家人怎么看啊 娘家人 就是以前退学啊 这种事情嘛 退学他们没说过 但是后面那个自考 又没考啊 然后工作什么 都收过我 确实收过我 我这么问一句话吧 姑娘 这个你现在跟他离婚之后 你能自己过吗 我没想过要和他离婚 从来没想过 离婚的话你能自己过吗 离婚的话孩子给谁啊 我 你能带吗 能 你怎么一个人带孩子呢 请保姆啊 他再不是一样可以请保姆吗 反正他不会让保姆教他呗 但是请保姆的话 没有母亲带得好吗 那就母亲和保姆一起带呗 保姆先帮帮嘛 你得让他成长啊 我现在在山庄 没有这个条件 我要等明年把房子装修好了 才有这种条件 因为我们那个山庄很偏僻 一般请不到 那就行了吗 那不是现在还得他带吗 所以你也带不了吗 离什么婚呢 没事啊 他不带 我妈带 就像他说的 他说离了婚之后请保姆 他说我什么 我都可以承认 他说我不是一个好妻子 我都可以承认 但是如果说 我不是一个好妈妈的话 我绝对不会承认的 行吧 男生你今天就是想来离婚的 是吧 是想来离婚的 还是想来 看看你的妻子 有没有可以改的地方 你说实话 能改再说 能改再说 还是铁了心要离呗 那你告诉我 我不相信他能改 你告诉我 他有什么好 你告诉我 善良 还有呢 不记仇 还有呢 还有 还有 还有他是孩子 他认为就没有了 我倒觉得他这个善良 不记仇 你应该学一学 我发现你记仇 女生从没想过离婚 对不对 我从来没想过 所以还是希望跟他 好好过的是吗 对 尤其有了孩子 那会儿是你追的人家吧 那会儿他也不懂事啊 可是你能包容他 现在不行了 为什么 谈到时候 虽然 你反思一下 你不用回答我 女生 你有你的问题 对我有问题 我承认 但是至少现在 你对这个婚姻 还持有希望对吗 对 你愿意为这个婚姻 做一些改变是吗 我愿意的 好 只要能保住我们的婚姻 我都愿意的 所以你会发现 女生现在这个心理状态 是那样一种心理状态 男生好吗 他好 他是个好老公 你一细问发现 好像离这个标准 又差一点 是吧 但是我 一直觉得他还是好的 大体都是好的 好 所以 他说你善良 不记仇 老师们 你们看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从女方 整个谈恋爱 到现在 这些年的时间里面 一直没有得到 老公的认可 所以女方 我倒觉得 今天 她的这个状态 其实想要干什么 但是我和你确认 你又不知道要干什么 是不是这种感觉 对 我想要过好日子 我想要经验好 我的这个家庭 我希望做一个好母亲 到时候发现 我不知道怎么做 对 因为 有时候即使做了 发现 那边不符合她的标准 对 这样的话 就把自己给打压下来 尤其在这样一个 从高中谈恋爱 一直在她的这个 环境状态下 应该在她人格里面 她起到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她从来就没有过 一个强大的自信 从来也没有一个 非常独立的自我 我是谁 我想干什么 我要干什么 从来都没有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她就好像 是这个男人的附属品 没有价值 一哭二到三上吊 人在什么状态下 才会干这件事情 一定是走投无路 没有办法了 才会做这件事情 所以在她身上 有着很强的无力感 你气氛 是生气 是无奈 这个是无望 你们两个都很痛苦 而你这边呢 发脾气 发脾气意味着什么呢 平时你在忍 不该忍的时候 你忍了 你没有表达出来 没有沟通好 最后忍无可忍的时候 你就会咆哮 发脾气 很气氛 甚至在今天的节目现场 你还会那种 居高临下的方式 给我怎么样 给我怎么样 那个状态出来 你的道德感可能会很强 但是有一点 你没有在平时 在感情上 给她更多的沟通 你只是用条条框框 来约束对方 应该干什么 或者按照我的标准 干什么 让她没有当妻子的感觉 甚至连当妈妈的感觉 她可能都不是那么的强烈 一旦一个女人 在你那里 找不到那种感觉 你所做的一切 可能都没有价值 这可能是你忽略的地方 你可能付出了很多 但是在这里面 她没感受到 没有接受到 所以我们为什么讲 道理永远是别人的 但感觉和情绪 都是自己的 假不是讲道理的地方 指的也是这个部分 她没感觉 如果你对她绝望了 那我今天就可以 在这里告诉你 你对她绝望 她一定会按照 你所希望的那个样子 去往那个方向走 因为到目前为止 你对她的影响 还非常非常的大 那么未来她是什么样子 真完全还握在你的手里面 如果你鼓励她 你相信她 允许她再犯点错 毕竟她今年还不算太大 那么有可能 她会像你所想象的样子 如果你都不相信 那所有人 包括她自己 仍然不会相信 既然你年龄比她大 你格局比她高 那对错都在你身上 不在她身上 她所有的问题 其实都是你问题 对她的投射 带着感觉 你试一试 如果你用心音道了 再给点耐心 如果还不行 那时候你再做决定 对得起你自己 也可能对得起她 我希望能够珍惜这个缘分 好吧 好 谢谢 谢谢余老师 话说的已经很重了 来 邱老师 男孩儿我问你一个问题 回到五年前 如果那个时候 她的怀孕正常进行着 但是到医院那一刻 大夫告诉你 大人和孩子只能保一个 你保谁 大人 如果你真的要保大人的话 你为什么那么责备她 如果你心里还爱她的话 你的第一反应 不是应该她怎么样了吗 对于女人来讲 流产跟生孩子 是一模一样的 她一样是需要 关心和关照的 如果你那么爱她 她是一个二十岁的女孩 而且还是在你妈妈的陪伴下 去留了这个产 她愿意吗 她不愿意 你为什么不去关照她 而关照的只是 她有没有告诉给你 如果是回到五年前 你爱这个女人 你的第一反应是 为她着想 不是为你自己着想 所以应该来讲 在我的感觉当中 五年前 你对她不叫爱 叫约束和管教 你所有的话都是 你听我的 我告诉你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 她不是做什么 都一定要听到你的 在这个家里边 你的老婆是没有地位的 所以我在想 爱情是什么 爱情是两个人 至少在精神层面 感受层面是一样的 虽然说在这个家里边 你的钱的确赚得比她多 你是这个家里边 经济的支撑 但是在情感方面 你们俩是一模一样 没有谁一定要听谁的 所以男生 你好好考虑一下 如果你真的爱这个女人的话 你自己要不要先改变 如果你自己都不改变的话 不管你跟谁在一起生活 你可能都得不到 你想要的婚姻 同样女人如果不独立 没有人看得起你 你外表长得再好看 依然有人不喜欢你 对 我知道 所以在你的孩子三岁过后 因为我不建议你现在 是孩子还不到两岁 而现在你们家里边 还需要人照看他 等到孩子三岁过后 你来考虑你自己 要工作的事情 但是现在的前提是 即使你不工作 但是在你的思想上 你也不能完全依附他 你每天 你每花一分钱 每买一件依附 你全得找他要吧 对 每次都这样 自己买不了 如果我想买八百块钱的衣服 但是他只给三百 那我怎么办 求他呀 求你再给我五百块吧 他没有尊严的 所以回到家里边 先做好你 自己独立女人的这个思想 第二个 再做一个好的妈妈 第三个 对于现在你来讲 做一个好妻子 这是你们两个 应该共同精英的家 好 谢谢邓老师 来 齐总 男生说你 你犯过错吗 犯过 暧昧 你觉得在这段婚姻的感情里 谁欠谁的 如果在我看来 你欠他的 但一旦触及你理亏的时候 你马上恼羞成怒 就翻出了 说人家把第一个孩子打架 我说没通知你这件事情 但是那件事情 受伤害的是谁 受伤害最大的是谁 的确 你给他找了很多的工作 不是三个月 一个月半天 人都不做了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对于你 找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般来说 如果这个爱情发生在成熟之前 会是一份美丽的回忆 虽然并不一定有好的结局 但如果发生在成熟之后 又未免多上了几分世俗 从某种条件下来说 爱和喜欢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在喜欢之上如果多了一份奉献 多了一份更加持之以恒的一些付出 它也许就变成了爱 但我想说你们两个之间 尤其是你对它之间最初一定仅仅只是喜欢 到如今这爱也没多上几分 找一个年纪小又可爱的女生 你除了享受她的青春懵懂和活泼之外 就代表你要付出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去引导她 你只享受了她的懵懂青春和可爱 却并没有在她 真正需要你引导 也就是那几次人生重大的转折点的时候 做好一个很好的表示 那么你该管的时候不管 该引导的时候不引导 事到如今你责骂她不上进 你责骂她不顾家 你责骂她不成熟 你这是怨谁呢 你不能得了便宜还卖乖 坦说的来说 虽然这个女生的确自己不上进 但至少有一点应该是值得你学习的 就是她还是像当年一样比较单纯和可爱 但是你不一样 你还是像当年一样世俗 小心眼 而至于对于女生来说 如果说七年前 你还像今天这样 我觉得没关系 那叫可爱 但如果七年之后 你已经为人母 你依然不懂得 自己如何去把控生活的节奏 以及尊重自己 那你这七年几乎是白混 如果再长此一往下去 我告诉你 这个男人是一定靠不住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自救 要自己救救自己 如果他能够回头 这婚姻还可以继续下去 如果他不能回头 你要做好自己带孩子生活的准备 你得想想自己的人生 就这样 谢谢老师 只是提醒大家 就是当你没有独立人格的时候 你连自己的婚姻都做不了 因为你不独立 因为你不独立嘛 女生 你就想一个问题 你离开了他你还能活吗 能 那就好好地试试自己怎么去生活 好 男生你得想一件事 就是七年前他把这个书读完了 是吧 你们俩没结婚 现在你的老婆是他还是别人 这可能是你一段美好的回忆吧 话说回来就是 看起来他退学 是你们俩在一起的一个最重要的机缘 对吗 对 那段经历 如果我们从婚姻的角度来说 应该感谢那段经历 以后我觉得就应该让抹去 别再提了 好吗 都不要再提了 如果你们想往前走 想清楚吧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请关门 我是觉得 于老师今天对他们这段情感的这个分析 特别的到位 我们不可能靠别人的良知发现 来让自己的生活有色彩 我们能做的是 把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 所以其实对我们这些旁观者来说 他们究竟是好在一起 还是在今天这个现场 选择暂时的分开彼此去冷静 那都是他们自己的生活 我们只是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 他们可以意识到 他们对自己和对人生的真实的责任是什么 看看他们自己 女生 我觉得今天的节目下了之后 你好好反思一下老师们的话 包括他最后说的那句话 你有你自己的人生 明白吗 你的人生不完全是他 本节目礼品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一倍湿 药保湿一倍湿 一倍湿防晒霜提供的 接下来我们来见证一下 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 各位请见证 亮灯吧 女生加油吧 好的 男生 好好对她 请回吧 谢谢 回去吧